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地藏本愿 较量精音 龙残阴雅士前生 今世讽大圣 福利无穷 决定宝连生 拿摩地藏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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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佛名号品一九 称就是称念 称念佛的名号 名号就是这个佛的名字 以前我讲过 最初的佛 有一万个名字 每一个佛都有一万个名字 也后啊 因为这个一般人记不住那么多 就减去成一千个名字 一千个名字 一般人也记不清楚 好像我这么没有记忆力的人一样 从这个第一个念到第一千个上 他第一个有王 所以以后又简称了一百个名字 每一尊佛有一百个名字 欢是记不住 哦 这么多的名字太麻烦 所以以后就简称十个名字 每一位佛都有十个名字 十个名字就是 卢来因共 正见之 名横足 善师 世间 几无上是 调遇丈夫 天人是佛 世尊 这每一位佛都有十个名字 现在 这是成佛名号品第九 地藏王菩萨 来说 对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这个 称佛的名字呢 是有什么样的功德 儿时地藏菩萨摩赫桑 白佛言 世尊 我今为未来众生 严历一世 于生死中 得大利益 你为愿世尊 听我说之 佛靠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思北 就把一切醉苦六道众生 来言不思许 来言不思议是 今正事实 为当诉说 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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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一切 众生 地藏菩萨 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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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未来众生 为将来的众生 你我现在都包括在内了 没有逃出这个树木之外 你不要说 我不在这个树木里边 你我现在都在这个树木里边 年利益事 我要来给言说这个利益的事情 于生死中 于在这个众生呢 生的时候 死的时候 得大利益 得大的好处 为愿世尊听我说之 我要请求世尊你呀 听我说一说我这个愿利 佛告地藏菩萨 佛告同基藏菩萨 如今欲心慈悲 说你现在呀 想要发起来呀 你的慈悲心 就把一切 最苦六道众生 你呀 要就把这所有的一切 最苦造罪业 受苦这个 天道人道 恶修罗 地狱恶鬼畜生 这六道众生 言不思议是 你呀 言说这种不可思议的 这种的 愿利 这种的事情 今正是实 现在正是时候 我一当述说呀 你呀 应该快点讲 无济捏盘 所以这个地藏经呢 是在法华经之后 我捏盘经之前说的 无济捏盘呢 我就来将要入捏盘了 实如早必誓愿的 我使令你呀 早圆满你这种的愿力 无疑无忧啊 我现在也没有忧虑了 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这现在的众生 和未来的一切众生 我都不担心疼了 地藏菩萨 白佛言 地藏菩萨对佛就说了 说世尊过去无量恶生期节 过去呀 有无量无数 这么多的恶生期节 恶生期是法语 所以人叫无量数 这无量数啊 这么多的节数 有佛出世 有一位佛出世 他的名字呢 叫无边深入了 他的山呢 是无边 尽虚空变法界 都是他的身 这个佛的名字 就叫无边深入了 要有男子女人 假设要啊 在这个男人附体 有男人和女人 闻世佛名 听不见呢 这一位佛的名字啊 斩生恭敬 就斩世间 生出一种恭敬心 既得超越四十节 生死重罪 就能超过去啊 四十大节 那么多的生死重罪 何况塑化形象 供养 况且啊 你有塑化这个佛的形象 来供养 礼拜呢 赞叹 其人怀福无量无边 这个人呢 得到的福报啊 是无量无边 数数不过来那么多 欢迎王们 我来讲一个公案 讲什么公案呢 在佛祝世的时候 有一个老年人呢 想要去出家 佛没有再 喜欢经社 这佛的弟子 在那 看这个老年人呢 一看就讨厌 这么大年纪了 又穷又老 又拉倒 出什么家呢 在这个中国阿罗汉 你观察 这个老年人呢 一点善根都没有 在八万大街以内 没有善根 这不能出家的 因为出家一定要有善根 末道出家容易得 结阴屡事重不提 生成世事啊 做了很多善根才能出家 那么没有善根的人呢 想出家也 也出不成功 前一年想要出家 后一年就说 不要不要不要 出家太苦了 不好 不要出家 自己也给自己 就来 讲 打退他们 别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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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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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看这个老人呢 没有善根 不收他出家 这个老人呢 这个老人呢 啊 啊 啊 穷的 也没有饭吃 也没有衣服穿 啊 啊 大人有 差不多 九十岁 一百岁的样子 走路啊 也很困难 你想 我想 这么大年 你想要出家 以为 可以得到一点安乐 谁不知这个 说的 弟子不瘦啊 这时候就哭起来 一边走 一边哭 自己就打主意了 打什么主意 说我 哎 我都去自杀 去好了 哎 去跳 跳就横河了 嗯 往横河那 走 走 哎 离横河不远 啊 安 央要往横河里 一跳 就说 佛来了 释迦牟尼佛 从那边走 说 这个老 老人 你干什么 你往河里钻 干什么 啊 你这么大年纪 啊 还想游水吗 啊 啊 游水 你年纪太大了 手也很笨 脚也不灵活了 不可以游吧 这老年纪 又不是 我呀 我要死了 结束我这个生命了 我不愿意活着了 活着没有意思 释迦牟尼佛说 啊 你怎么活着没有意思了 你可以告诉我一声了 这老年纪说 我本来呀 教的什么都没有意思了 我这要出家就跟着释迦牟尼佛修道 今天我到那请求出家呢 佛的弟子说我没有善根不受我 我出家也不能出家 我这个人生是 我教的 活着没有好 所以我也想跳了恒河 来来喝饱了这恒河水 曾经来曾经变一个年轻的人再去出家 这老年人呢 佛的弟子也是不欢喜 看见我大药 生的相貌也丑陋 没有人欢喜 噢 释迦牟尼佛说 释迦牟尼佛说 噢 你要出家呢 你不要跳河了 我来收你 做徒弟 你可以回来了 这个老年人看看 你是谁啊 释迦牟尼佛说 我就是释迦牟尼佛 噢 你的释迦牟尼佛 你肯收我吗 释迦牟尼佛说 可以 我看你这么哭得很可怜 收你 就我老徒弟了 带他回去 给他说法 以说法这个老年人就证国了 证罗汉国 在佛住世的时候 很多人证罗汉国了 以说法 以佛看他因缘 讲法 他就证国 那一些弟子就 你这老怪物 这么老了 没有什么相根 怎么他证国了呢 对佛法就生了怀疑 就请问世间不久 这个老年人根本他不能出家呢 怎么他 你说他出家他又争了国呢 奇怪到极点 我对佛法生了怀疑 释迦牟尼佛说 你们这些恶罗汉呢 就知道八万大劫以内的这个阴阴果果 善善恶恶这个事情 八万大劫外边的你就看不见了 好像你这个房子里边的事情你看得见了 房子外边的事情你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老人呢 在八万大劫以外啊 他做一个是在山上斩柴的 遇到一个老虎 这个老虎啊 就要咬死他 他在那时候就念了一生 拿摩佛 因为这一生拿摩佛现在成熟了 所以他要出家 人们现在想要出家的人呢 不是很怒然的 这回家都念了很多拿摩佛了 所以今生才可以出家 不然的时候我也不成熟 与恒可杀结 那好了看看啊 有何出世靠宝幸如来 让有男子女人闻世佛名 一坛之穷 发心归义 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传 由于过去有佛出世 好波头摩圣如来 让有男子女人闻世佛名 立于尔根 世人当得一千 也当得千凡 生于六于天中 何况至今成年 又于过去 过去横河杀树 这么多的结 有佛出世 有一位佛出世 靠宝幸如来 这一位佛的名字啊 这一位佛的名字啊 叫宝幸如来 宝是宝贵 幸就是自幸 人其自幸非常宝贵 这一位佛绕有男子女人 回来有男子 回来有女人 闻世佛名 听见这一位佛的名字 一坛之雄啊 一坛之 这是一坛之 很快的一坛之雄 发心归异 就啊 像一坛之雄啊 这么少的时间 发心归异 这一位佛 世人呢 于无上道 永不退短 这个人呢 啊 就会 对这无上菩提 角道啊 永不退短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在过去啊 有一位佛出世 噢 波头摩圣 知不知道 波头摩圣是什么意思 啊 词典是没有啊 啊 有人知道吗 有波头摩圣 42首的第25首 是什么首 那是什么意思 你看 红莲花 红莲花 这个就是红莲花 这波头摩 就是红莲花 在法画经上也讲过 你们 都不放弃这个红莲花 都给回来 给我了 谁也不愿意 红莲花 他要白莲花差不多 嗯 嗯 嗯 波头摩 就是红莲花 这红莲花 这红莲花 这圣 圣就是圣过其他的红莲花 嗯 圣过黄色的莲花 白色的莲花 青色的莲花 这红莲呢 这是烟莲之中的一个最上的 嗯 所以叫波头摩圣 如来 然后有男子女人 闻士佛名 听见这个佛的名字 立于耳根 立于耳根 就在耳朵里听 听见这个佛的名字 你们现在都立于耳根了 这波头摩圣如来 这个名字都立于耳根了 嗯 当得千万 生于六余天主 能生到六余天 生过一千次 六余天 六余天 六余天都知道是什么 什么叫六余天哪 没有人知道 六余天都不知道 这听经 小余佛法 小的什么 连六余天都忘了 这是欲见六余天的 都不知道了 没有人说 我要叫出名字来 谁知道 谁知道 什么是六余天 知道就快一点讲出来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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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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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一说 看 就是第一个是四天王神 第二是上米神 我记得 我知道 在第六余天 有天王神 在那里 你怎么知道 有天王神 住在那里 你怎么知道 有天王神 我这考虑 那几个要出家 连六余天 都不知道 这出什么家 你根本没有认识 你要出家 要知道 这六余天 这六余天 是什么意思 我们出家 就要出三戒 这三戒 这欲戒 是头一个 骰戒 是第二个 五骰戒 是第三个 这都要出的 你也不知道 你怎么会想要出啊 这个讲 《地藏经》一开始 就讲六余天 然后讲 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骰戒天 五骰戒天 讲这种 这现在讲的一多半 在前面就都忘了 你这还 还记得两个 三个就知道 四王天 道理天 夜魔天 脱化天 脱化自在天 化乐天 有六个 天魔在那住 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是哪个国 是哪个国 是英国 是意大利 狂知道有个国家 把自己的国家忘了 您都忘了 还记得两个 千凡生于六余天 何况至今成念 何况你能啊 你就听这个佛的名字 一掠耳根 就可以啊 有这么大的功德 何况你 在自己能至今成念佛的名字 那功德更大 以前呢 有一个人 道道啊 波罗提木叉寺 见到有这个 南摩罗树 上面开的花 这花啊 是黄金色的 它就掐了一朵花 掐了一朵花啊 走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向前 看释迦牟尼佛的像 这么微妙 这么圆满 于是乎他把这朵花 供给释迦牟尼佛了 这个向前 他就去问这一个老人 说我以这朵花 来供养释迦牟尼佛 我这有多少功德呢 这个老人说啊 啊 这个我不知道 你得要去问那个 他就走去啊 问那个初家人 说我以这个奈摩罗树 来供佛 这个功德究竟有多大 这个初家人说啊 这个我不知道 你得要去问那个 修禅定正俄罗汉国的 那个俄罗汉 他才能告诉我 他就要去走 走去问这个 正俄罗汉国的 这个俄罗汉 所以这个花来供佛 这功德有多大 你可以告诉我吗 这个俄罗汉说 等我给你观察一下 他一观察呀 这个功德呀 在八万大节以内 啊 左翔的福报啊 没有法子穷尽的嘛 没有法子 他能查得清楚 嗯 感到八万大节以外 他就不知道 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去问佛去 嗯 所以人就去问佛 佛说这个功德 是 近虚空遍法界 那么多 没有穷尽 这一个人呢 他以这个一口花来供佛 就怀这么大的功德 所以我们一立而干呢 来听佛的名字呢 也就能按 有七天 反胜于六一天去 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要有男子女人 闻世佛名 一念归宜 世人 得欲无量诸佛 摩顶授极 又于过去 又于过去 又何出事 好 居留 孙佛 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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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出事 好 到有男子女人 闻世佛名 为 永不多 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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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女人 闻世佛名 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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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遍佛 遍佛 由于过去 有何出事 好 偈佛 欲 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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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由于过去 何出事 何出事 靠袈裟藤辱来 绕游男子女人闻世佛名 恩者 草一百大爹生死之罪 又一过去 这个现在 我说这个佛的名字 它是过去 不可说 不可说 就是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那么多的恶僧提节 恶僧提 是无量数 有佛出世 这时候 有一位佛出世 叫什么呢 靠狮子猴入来 他的名字 叫狮子猴入来 原来佛说法 犹如狮子猴一样 让有男子女人闻世佛名 一面归一 在这一面之中能归一 禁寿宿 世人得益无量佛祝佛 这个人可以遇到无量祝佛 摩顶寿祭 给这个人摩顶寿祭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拘留孙佛 知不知道什么叫拘留孙佛 这个事情 你很有办 这个事情 就是这弦节的 一号 第一个 就是这弦节的 先节第一个 这是法语 法语过来叫什么意思 那是我的名字 你不会读 居留孙 可惜小沙咪没在这 小沙咪会知道 这里是小沙咪 没人知道 居留孙 居留孙呢 那是繁语 繁语成中文叫所应断 所就是所以 那个所应就应当的那个应断就是断 断面的断 又有一个翻译法叫庄严 庄严 这是居留孙佛的意思 让有男子女人 假设要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听见这个佛的名字 智心占领 智心就专心呢 智智啊 这么 呃 瞻仰啊 来礼拜 这佛 回复赞叹 回着啊 用寄宋来赞叹 这个佛 这佛人 于贤结千佛会中 这个人在这个贤结千佛会里边呢 呃 为大凡王 呃 常常呢 做这个大凡天王 得寿上祭 能呢 得寿上面那个祭 大凡天王 这个祭 又与过去有佛出世 又在过去有佛出世 好 琵琶师 他的名字 琵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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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没有人知道 琵琶师 是 是 是 没有人能知道的 不过 现在我告诉你们 你要记得 因为 这个 你也不记得 找很 很难找的 这个 琵琶师 詩啊 叫匹婆 叫聖 詩 這個詩啊 在這個地方翻譯就成官 匹婆詩 叫聖官 又叫種種官 聖就是那個波頭摩聖 那個聖 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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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聖人的官 要有男子女人 加持要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聽見這個佛的名字 永不作噩道 永遠呢 不墮落到地獄或鬼畜生 我們現在聽講《記藏經》也聽見這個批迫師佛的名字了 我們也永遠不會作噩道的 但是你可以要永遠不作噩事才可以 你要是聽過這佛的名字之後 你還一樣作噩事 那還一樣作噩道 為什麼呢 你沒有能改噩向善 沒能改過自新 所以啊 不是說我聽見這個佛的名字了 我不能墮落三噩道 我就去殺人放火 偷 什麼都做了 因為我不會墮落三噩道 不要這樣想 這樣想是最愚痴的 你雖然聽見這個佛的名字 你要還作噩事 就一樣作噩道 就是啊 說你聽見這佛的名字之後 不再做噩事 這才能不墮落三噩道 常生人天 常常啊 生到人間和天上去受盛妙樂 在人間和天上去受盛妙樂 又於過去無量無數橫河沙節 由佛出世 號寶聖魯來 又在過去啊 無量無數的橫河沙那麼多的大節 有一位佛出世人 他的名字叫寶聖魯來 寶聖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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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要有男子女 文是佛名 聽見這個佛的名字 畢竟不作噩道 畢竟是啊 究竟也不作噩道 常在天上受盛妙樂 常在這個天上受這個最殊勝的這種妙樂 由於過去有佛出世 有一位佛出世 他的名字叫寶相 然後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生恭敬心 他能生一種恭敬心 既然不久 得俄羅漢國 這個人呢 沒有好久就會爭得俄羅漢國 由於過去無量惡僧其節 有佛出世 寶聖魯來 這個佛的名字呢 叫寶聖魯 寶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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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寶聖 寶聖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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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個大劫 生死的重罪 寶聖魯來 寶聖魯來 誒出世 寶聖魯來 大痛深亡如去讓 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者世界刺人 等著骨 德欲橫薩佛 寶聖魯 寶聖魯意 點 oy 莫儸 誓法畢辛菩提 由于过去,有静悦佛,山王佛,智圣佛,静灵佛,静灵王佛,智成旧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犹如是堂,不可说佛,是准。 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绕天绕人,绕男绕女,但文德,但念德,以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明, 至众生等,生识子识,自得大力,终不多恶道,绕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 为是定人,高声念以和名,是命中人, 出无间罪,余业报答,细得消灭,至无间罪,随至极正, 宋经一节,若不得出,成寺灵命中时他人,为其疼念佛名, 于是罪当,一件消灭,何况重生,自疼自念,怀苦无量,灭无量罪。 又于过去,有佛出世,有一位佛出世人,他的名字叫大同筛王如来, 假设要有男子女人,文士佛名者, 通见这一位佛的名字的话,世人格玉横河沙佛广位说法, 这个人呢,能遇到啊,横河沙树那么多的佛, 广位啊,他说一切种种的法相, 必成,佛提将来一定成就读上佛提的脚脚脚, 由于过去有静悦佛, 他这个佛的名字叫静悦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山王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智圣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静明王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智成就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无上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妙生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满月佛, 又有一位佛的名字叫悦念佛, 又有入志堂不可说佛, 有啊,像上边呢,提出来简单提出这几位佛的名字, 其实呢,有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 世尊,现在未来, 现在的众生和未来的众生, 所有一切的众生, 要天,要人,回着天上的人, 回着人家的人, 让男让女,回着是男人, 回着是女人,但念的一佛名, 名号, 也就啊, 不要说全念这个佛的名字, 就念一位佛的名号, 功德无量, 这个所得的功德, 就无量无边, 何况多名呢, 何况有很多的佛的名字呢, 是众生啊, 这一类的众生啊, 生是死是, 回着生的时候, 回着死的时候, 自得大力, 自己啊, 一定得到最大的利益, 终不作恶道, 究竟啊, 也不作恶道, 这三恶道, 他就不作地狱, 不作恶鬼, 不作畜生, 要有灵命中人, 将要死的时候, 这个人, 家中眷属, 他家里边的眷属, 乃至一人呢, 就仅仅呢, 乃至于有一个人, 威氏病人, 替这个病人呢, 高声念以佛的名, 很大的声给他念一声佛的名字, 而世命中人呢, 这个临命中的这个人呢, 出五无间罪, 他呀, 在生所造的这五无间罪啊, 就可以出灭, 这五无间罪啊, 是最重要的, 余悦报等啊, 这个其余的这个罪业报啊, 细节消灭, 都啊, 可以消灭了, 是无间罪, 这五种无间的罪啊, 随之即动, 随然说是很重很重的, 动经一节, 大家一动就经过呀, 很长久无量这么多的一节, 聊不得出, 那总也出不了地狱, 层肃临命中时, 啊, 得成长啊, 呃, 这个, 临命中的这个时候, 他人为其成念佛名, 其他的人呢, 替他成阳而念, 送给佛的名字, 于是最终, 在这个罪里面呢, 一件消灭, 他所有的罪啊, 都渐渐地消灭了, 何况众生自成自念, 何况这个众生啊, 自己成这个佛的名字, 自己念诵这个佛的名字, 怀辅无量啊, 这能者啊, 无量无边这么多的福报, 灭无量罪, 无量无边的罪也, 也都可以消灭人啊。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